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共將會在3月28日星期六的凌晨零時開始 實施新中國成立以來 最嚴厲的入境管制措施 根據中國外交部和國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指出 鑑於目前全球大流行的情況快速蔓延 中方決定自3月28日零時起 暫時停止外國人入境 持有外交公務禮遇私自簽證入境不受影響 倘若外國人來懷要從事必要的經貿、科技等活動 以及出於緊急人道主義的需要 就可以向中國駐外市領館申辦簽證 這一系列的入境管制措施 再加上大幅度削減國際航班的配合下 其實就是等同於變相的鎖國 這個鎖國的規模 可以說是自從清朝的順治年間1656年 頒布海禁令以來 是最嚴格的 當時頒布海禁令 其實都是實施了一段時間 直到1684年 即是康熙二十多年 正式解禁 解禁以後就正式實施四口通商的政策 哪四口就是 分別在江、哲、敏、粵這四個地方 設立了海關 粵海關的位置就位於廣州 目前在廣州還有一座粵海關大樓 在樹 不過那座是新的 在民國初年建立 舊那座已經被大火燒毀了 在這個海禁令實施期間 清朝還頒布了一條叫做遷戒令 這條遷戒令對於我們香港本土的歷史影響大 因為遷戒令規定了 由山東到廣東的沿海地區 30至50里範圍之內 所有人就要遷戒入內陸 不能在沿海地區居住 所以 當時香港的鄉民 全部移到東莞那邊 所有物資能夠拿走就盡量拿走 因為拿不走就要原地燒毀 至於那些田園、莊架、房屋 拿不走的 不動產 唯有吊棄它在這裏 飲它荒蕪 所以大家去錦田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間叫錦田樹屋的遺跡 這個遺跡就正好見證著 千屆令這一段的悲慘歷史 當時就不能夠偷雞 執行千屆令就由官兵來趕人走 如果發現你在這裏的話 一律都會全部帶走 不能留下 後來解禁以後就怎樣 解禁以後 當然有一部分的原居民 就回到香港 另外有一些田園、莊架 其實是被客家人霸佔了 所以 千屆令以後 就是大規模的客家人進入香港的時期 我們曾經有一段這樣的歷史 這就是當年的鎖國政策 現在這個鎖國政策 配合廣東省來做 其實這個政策也是刮了林鄭一巴 根據廣東省防控指揮部辦公室的消息指出 自從今早6點起 所有經廣東口岸入境的人員 包含港澳台居民 在入境以後就要實行核酸檢測 並且集中隔離醫學觀察14天 期間的食宿費用需要自負 我真的想請問林鄭 當時在1月2月初 那些市民要求你實施全面封關 你就說不肯封關 當時你的原因是什麼 就說這些歧視性的措施你就不會做 然後又說要根據世衛指引 為什麼你現在又不根據世衛指引 其實還有什麼世衛指引可言 林鄭自己也是今天的我推翻了昨日的我 明明譚德塞說過 說不想任何國家實施旅遊和貿易的限制措施 為什麼你現在林鄭又去限制所有外國人入境呢 但是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就好像仍然是冒險雞籠 他們進來的時候 連電子手帶都不用綁 說個信字就叫他回家 然後用微信或者WhatsApp來 全球定位 讓他整個視像通話 說他在家 為什麼你不用綁手帶呢 這是什麼措施呢 我告訴你 九十幾萬樣的標準 五時花六時變 朝令夕改 現在廣東省 我反而覺得他做得好 是不是 限制你那些人入境 你進去就先睡14天 在中心那裡 這些我完全覺得是做得好的 林鄭也應該採取相應的措施 一味就懂得擦鞋 只是顧著北京的感受 有沒有顧香港人的感受 你作為香港的特首 好 北京除了暫時停止外國人入境以外 其實所有飛往北京的航班 現在不是直接飛去北京 先去了12個指定的入境點 所有的旅客就在那裡 比如說上海 南京等等這些地方 麻煩你先下機 進行了入境和清關手續 進行了這個防控工作 發現你是沒問題 才讓你上飛機 然後飛去北京那裡下機 這些措施很明顯 都是要以北京為優先 是向北京傾斜的 因為所有的政要全部都住在北京那裡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搞這些措施出來 其實就是為了確保 已經延期了的兩會 就要在4月底和5月初之間 這段期間 就要舉行 因為如果再不舉行的話 恐慌就會有不確定的因素 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 就搞這麼多這些措施出來 就先搞定了北京城的防控工作 搞定了以後 兩會就可以順利召開 我們本地的情況又如何 根據多家媒體的消息指出 林鄭將會在今天的下午時份 召開行會的特別會議 談談進一步的防控措施 應該是怎樣做的 有消息指出 說禁酒令 原來也是實施的機會是很微的 因為可行性就很低 那我就真是奇怪了 你林鄭在說禁酒令以前 沒有在行會內討論過的嗎 為什麼當你說完出來以後 那麼多行會成員 一隻二隻會隔出來 好像KOL上身 去和你唱反調 公開地唱反調 至於葉劉更好笑 說因為他在珠海 回來香港 所以就要在家裡困住14天 就沒辦法出席行政會議 有沒有搞錯你原來行政會議 是這麼低科技的 你當初搞這個所謂創新及科技局 又搞個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出來 你搞這些東西出來 假床碟屋 原來那些人全部是出糧 他在家裡都可以參加視像會議 你不是白癡的 這班人 什麼政府來的 就算不搞視像會議 就算在二十多年前 未有三支四支什麼 互聯網都未普及的時候 都可以接電話 和你一起談 是不是垃圾 什麼藉口 因為要困住在家 就不能開到行會 蛤 有沒有搞錯 什麼資訊科技 這些 蛤 香港 2020年 這樣的藉口都說得出 就是為了和林鄭的禁酒令撇清關係 我簡直說這班人全部都是 電人治港 告訴你 一隻二隻為了選舉 為了鞏固自己的票員 什麼都說得出 包括張宇人 竟然說對於林鄭的禁酒令 是感到突然 為什麼這麼突然 沒有在行會裡面談過 行會的意思其實是搞什麼 當他委任了你進去這個行會 麻煩你有什麼反對意見 都要在行會裡表達 好了 就算政府出來最終極的方案 是你這個行會成員不同意也好 你站出來的時候 你也要站在港督 以前的港督 現在就是行政長官那一邊 怎麼可以這樣 大佬 這個行會制度 就等於是名存實亡 一隻二隻出糧 我又澄清 上次有一節 說錯了 行會成員 每個月的月薪 是8萬3千050元 上次說了8千毛離頭 不好意思澄清 喂 那你這班人 有什麼作用 委任你進去 都是要你出謀獻賊 出謀獻賊以後你就要撐政府 這個才是行會 現在也不是 行會到底今天的特別會議 是說什麼 無線的報道 討論一下 如何不鼓勵市民聚集 包括律政司的研究範圍 就是禁止食店售賣酒精飲品 或者限制食店的營業時間 和每張桌商隔的距離 市民聚會的人數 但是相信都不會全數實施 我真的不太明白 到底這個特區政府還在搞什麼 你說限制聚會人數 限制聚會人數之餘 有沒有其他具體的措施 包括整個社會停擺 14天 21天或者28天 然後在停擺期間 對於企業和僱員有所補助 你不做這些事 你只是限制市民聚會 你是會令人聯想到 到底是不是你害怕有些人出來示威 你要限制人家的集會自由 一定會有人這樣來質疑你 你限制聚會人數 但同時之間 你又不限制那些人繼續上班 你又不限制那些人繼續搭 公共交通工具 上火車 上地鐵 上巴士 一樣會超過四個人 一樣會超過十個人 難道你一輛巴士載四個人嗎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 你一方面限制聚會 另一方面你又不限制那些市民出行上班 那你有什麼作用呢 你要搞 麻煩你搞到一刀切 搞到最高規格 當你搞到最高規格的防控工作 一定時間以後一定的個案數字是會回落的 你不做這些是沒有作用的 英國就對於那些僱員 起碼會資助他八成的工資 加拿大更厲害 每一個失業人士 就提供兩千家園的資助 可以長達四個月的財政支持 兩千家園即是一萬港幣 四個月即是每人給四皮 美國也在說每人會派一千元美金 再加上原有的失業救濟 至於日本 人家也是對於那些 企業有資助 總之你不炒僱員 日本政府給你九成的工資 你繼續請回僱員 所有低收入的家庭 派三十萬日元給他 有這麼多好的措施 為何你不去參考 只是限制聚會人數有鬼用嗎 浪費時間 多些人一樣會出街 一樣會到處走 你控制得到多少 是不是 去喝茶你限制四人就三人 笨蛋 分兩台座 是不是 行山的時候 三個三個一起行 怎麼限制 整班都殺傲 要有前瞻性 要有先見之明 是不是 寧願是忍痛28天 經濟大家都會停 是不是 停就停 最重要是你特區政府有寶座 不要像現在 停點又不停點 你就搞到企業 遲早是彎彎公司 就算限制聚會人數28天之後 如果個案數字一直升 那你叫那些企業如何恢復營業 別人不是坐著等你 如果兩三個月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那間企業怎樣 你特區政府又沒有支援 那怎麼辦 拜託你 想事真是要全面一點 特區政府 全球那麼多國家都實施了這個停擺措施 你就跟一下 你不跟 如果遲早個個案數字爆升 你就又是要局跟 那你不如在這個時間做了先 起碼你就不會使得醫療系統崩潰 白癡的 這樣就叫特區政府 這樣就叫做高級官員 全部的思維掃判 沒用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